HELLO 大家好,我是屎嫂晴晴 今天又來做調味料 之前我做了四川各種小食 酸辣粉、雞絲涼麵和紅油水餃 他們的共通點都會用一個非常特別 超香超辣的,就是紅油辣椒 原來四川每個家人都會做一盒放在家裡 所以今天我都想來做一個紅油辣椒放在我家裡 遲些就可以用來做各種好吃的村菜 那種辣味就是粉泥芝麻的香味 超棒的 然後有這個辣油在家裡做什麼四川菜都可以 真棒 今天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我 還有有什麼想說在下面留言 最重要一定要訂閱我 我是屎嫂晴晴 我們下次見 拜拜